出发 老汇 老汇 没打着球 他没打门 所以他这个高度差一点 主师傅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呀 怎么没有打门呢 最后一次我觉得这个 幅度不够 可能机球的力度不够 所以我就放弃打球了 希望能够再打一次 再给他一个机会 这是2013年 美国总统奥巴马 他在这个迈阿密的港口 站在这个巨型的桥调之前 发表一个演说 美国人多使用美国制造 演说发表到一半 突然起了一阵风 把他身后那个桥调上的 美国国旗看见了吧 一不小心 给刮掉了 刮掉之后 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桥调是中国制造 在全世界 这个重要的这种大型的 这种工业场所 90%的桥调 是中国制造 而且在美国 英国 包括他们造航空母舰 造军舰 这些造船厂 使用的桥调 也都是中国制造 那么为什么要说 这一则新闻呢 就是因为接下来 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挑战项目 来各位到宁波的 大家好 我是强子 我身后的这座美丽的港口呢 就是宁波舟山港的川山港区了 那么这里呢 是全国货物吞补量最大的港口 早在1200年前 这里已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了 那么在1200年之后的今天呢 这里是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不过今天 我们已经把这里的现场呢 改造成了挑战不可能的外景舞台 就在这里 我们将进行一项 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挑战任务 而这个挑战任务呢 就跟我身边的这些 庞然大物 桥调 有关系 那么刚才呢 把我从老远的海边上 一直用桥调 运到这儿的操作桥调的师傅呢 是浙江省的桥调状元 朱世杰师傅 刚刚在上面呢 我是心惊胆战啊 但是也同时感受到了 他技术的精巧 我要迫不及待地认识一下 朱师傅了 来跟我来 你看一下底下 你就是朱师傅 大家好 我是宁波州山岗的桥调司机 我叫朱世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进行一项 据说是高难度的挑战 是什么 是用集装箱踢足球 桥调踢足球 是宁波市州山岗技能比武大赛的创新项目 这是为了考察桥调司机 对于桥调的操控能力 从而提升司机操控桥调的水平 现场平台由101个集装箱搭建而成 在高为8米的平台边缘放置一个足球 挑战者需要利用桥调 将重达2.3吨的集装箱荡起 形成中板运动 将平台边缘的足球依此踢入台下30到35米处的三个球门 三门全中则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共有五次射门机会 他要把球打进这个框里 而且要依次打进 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 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 主师傅 您准备好了吗 主师傅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打吧 哇 它这个晃动太难了 它掌握它晃动的力度太难了 双向一直在晃 这哪看得见球啊 现在那风速有多少啊 这个太遗憾了 太可惜了 由于集装箱机球力量过大 并且足球在飞行时受到风的影响 飞行轨迹明显偏离了球门方向 第一次挑战失败 此时 竹师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如何克服大风对于足球的影响 看起来是有一点点的遗憾 这个集装箱对我是扑面而来 我们看到现场其实是有很大的风 我们从这个旗子上可以感受到 但这个方向打得还是非常好 但是距离似乎是差了那么一小点 看来今天打进希望不大 风吹得太厉害了 为了克服大风的影响 竹师傅必须利用桥调滑轨 调整集装箱对足球的机球角度 他能够将球打进吗 我得调整一下轻转 把转一下的角度 是不是能够把球偏过来一点 下面呢我们再来挑战一次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猪猪棒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加油 他这个晃动太难了 很大 他掌握他晃动的力度太难了 吧 我应该是有的 这些转动的力度太大 我应该是有的 我应该是有的 好快 好快 总是偏啊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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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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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一次 他就得调整他摆动的幅度 因为第二个球门比第一个要远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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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了 太好了 太难以想象了 两枚 连中两枚 大家可以跟我进去来感受一下 你可以从这边看一下 这个桥调子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 那么相比之下呢 我们的球门是如此的秀真 第二枚 又中了 太了不起了 竹师傅 我要拜你回事啊 你先动表 加油啊 继续 继续 穩住加油啊 来 竹师傅 竹师傅在第四次挑战时 成功将球打进二号球门 距离挑战成功 仅一步之遥 最终 他能够把握住最后一次机会 挑战成功吗 第三个是最难的 因为它有35米的距离 对我来打的话 这个幅度要控制的非常的大 幅度大了以后 这个机球的稳性就差了 好的 现在呢我们已经听到了桥调的声音 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 那么竹师傅能否挑战成功了 来 出发 没打得球 没打了 他没打完 他这个高度差一点 竹师傅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呀 怎么没有打门呢 最后一次我觉得这个 幅度不够 可能击球的力度不够 所以我就放弃打球了 希望能够再打一次 再给他一个机会 他等于 对 这一球他没击中 没有打 对 没有打 所以应该可以 可以再有一次 好的 好的 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跟你的压力一样巨大 刚才这个机装箱 整个冲我呼啸而来 你放松 没有关系 刚才这一次不算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这一次一定要打尽 加油 由于主师傅认为 机装箱的机球速度不够 放弃了本次机球 接下来 他将如何调整 向这项极限挑战 发起冲击呢 我 你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竹师傅和他巨大的乔调伙伴一起完成了不可能的挑战任务 小三 你看见了吗 竹师傅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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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老师好 太棒了 你是全国劳模 是 2015年全国劳模 200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09年浙江省劳动模范 2007年浙江省实打职工技能状元金锤奖 他们教给我一个东西 我看到这个东西在宁波港的地位 有一本书 大家看到 叫乔调竹师傅操作法 就所有的乔调司机可能都要拿这个来学习 这是你们内部的一个学习资料是吧 是的 是的 我是花了七年的时间 其实这个是我的工作的笔记 然后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我把它写出来 我是最差劲的 我有个绰号叫江太公 大家都嫌我慢 不愿意跟我合作 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苦恼 我不希望大家总叫我江太公 所以我就非常用心地去琢磨我这个操作方法 青春于蓝 盛于蓝 06年 也就是十年前 当时还在浙江省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总书记 你给习书记当过一次特殊的司机 我们宁波港的年级专箱吞吐量突破七百万标箱的时候 我们港举行了一个庆典仪式 当时习书记就来我们码头参加仪式 那么他在现场按那个起调按钮 我就在上面调 我们合作完成了这第七百万个箱的起调仪式 所以至今想起来我都是值得非常骄傲 从十六年前的一个被人嘲笑的一个落后生 一直追赶到现在成为全国劳模 我觉得你也用自己的这种坚持 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迎来了一个属于你的时代 那所以今天你能否进入荣誉殿堂 我们的决定是 我们有请主持杰和全家进入荣誉殿堂 我们的家是同明波周山港一块成长 希望我们的明天同明波周山港一样 有美好的未来 感谢观看